来看一下那个不演了新闻台打的那一份我们在请的有这个来 我们用这张引言好了 他说昨天晚上我删掉了一篇文章 现在重新再写一次也更正了一个错误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国民党约取的罗志强只讲了两个重点 一是你民调不佳 二是地方对你很反弹 然后呢 然后好像现在是在昨天哦 22小时那时候其实是在昨天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 原来在下午的时候就有发生这个事情 然后这两个重点说民调不佳跟地方对你很反弹 那有这个你听到的那根电话里面还有什么样的内幕呢 这个是在还没有在他还没有宣布 他两次啦 所以我在我今天在脸书讲说一两次七天 朱立伦要等七个七上来 送国民党去投七七七四十九天 要把国民党送上山了是不是 你又办中书要 你朱立伦现在准备办伤事吗 每次都七天七天再七天 我觉得无聊 你无聊透顶了 而且他电话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我也不用再长啦 我讲真的 大家都知道我跟罗志强很好 好不是因为我们两个有什么暗中勾结 我们两个勾结什么 好也不是因为我们两个有什么 什么什么协议 什么没有 大家都知道 非常知道我个性 很多粉丝也都知道我的性格 谁好我就挺谁 我对国民党三个字是完全失去希望 所以我也不会想自己讲国民党的事情 要不是马千惠 佩萱 我说他真的不想讲了 我一定都 我跟淑慧一定都问过罗志强的 罗志强你的个性也都是 不要我跟你们讲 但是你不要去外面开炮 说实在说我很为难 要不要讲 但是说实在的 我不讲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给双方留一个面子 你都撕破脸了 你告诉我未来还有什么空间 可以互相去谈 现在如果我把话讲绝了 那就叫做撕破脸了 我不知道桃园的你们各位 一直把我们动不动讲说 你们台北观点台北怎么样 问题是 现在到底是不是台北观点的问题 还是你们桃园想不想赢的问题 罗志强昨天接那通电话 他早上真的是筋疲力尽了 我第一时间他传给我的时候 我一直跟他讲说 不行 你在这样传 在这样子一直 躊躇 一直改变下去 大家对你会渐渐越来越不耐 后来他告诉我 我想朱主席我也不用替你再讲 任何留任何的面子了 三个小时里面 有整整将近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他在恐吓罗志强 请问贵党 民众党 你们的党主席会去恐吓陈世轩吗 你们党主席会去恐吓谢立功 跟赖湘林吗 国民党主席会恐吓自己的最强战将 跟想要出来为党承担的人 朱立伦恐吓罗志强 我已经不想讲 没什么好长的了 他恐吓罗志强是什么 你如果出来选我会用尽所有的手段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出来选我会用尽我所有手段 其他没有在讲包括什么 党记 翻脸 媒体 网军 今天就用了啊 你去 light today上面 朱卫刚刚讲其中一个而已 light today上面网军进出了 原来我们有网军 只是不是用来打民进党 对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 国民党真的是有网军 但是你不是打民进党 你打罗志强 你打罗友智 最近我们所有的人 YT什么粉丝团 全部都奇怪 限流的比民进党还要更严重 因为一直检举 不断的检举 一直检举 然后我的脸书里面呢 不断的有一堆人呢 来唱衰 来骂 来叫嚣 朱立伦你有这么强的网军 为什么不去对付民进党呢 你拿来对付我们干什么 我们的初心就只希望你们好 不是吗 那你对付我们这些人 你确定2022 未来剩下几个月 你不需要我们了 我再问你一句 2022如果跟我们翻脸 你有好处吗 我们今天是跟你要什么 跟你要你下台 我到现在没讲过一句 朱立伦下台 我只有选举的时候 我说他如果继续在国民党 永无宁日 但是他当选了之后 我不再讲了 你就是国民党主席 我听其言观其行 可是昨天你恐吓罗志强 我真的觉得离谱了 怎么会有一个爸爸恐吓 要自己的小孩死呢 虎毒不食子 可是国民党主席 是要毁掉 亲手毁掉自己最强 而且用恐吓的手段 你如果选到底 我告诉你 我会用尽所有手段 有 今天我想要问一下 为什么要等到清明廉假过后 这四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清明廉假过后简单 他要这五天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要借机 杀死罗志强 他就要用五天的时间 把罗志强抹黑 把所有的桃园地方 全部集合在一起 然后把两个地方的嫌隙 加更深 所以他现在往今出动了 非常非常 前几天已经出动 非常我们都感同身受 我不想要再讲的原因 是因为不想翻脸 因为翻脸就不要谈了 可是朱立伦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跟你翻脸了 而且他翻脸还要装圣人 好像我一直 我现在出来都是地方 跟罗志强讲 他说都是鲁明哲这些人 都是邱义胜这些人 鲁明哲邱义胜 你们听好了 你要讲民主是民主 跟罗志强讲都是鲁明哲 都是邱义胜 我没办法 然后跟邱义胜 跟鲁明哲讲 都是罗志强 他在中间 国民党主席 现在在塞朗两边对决内斗 然后鲁明哲你们听进去了吗 你们听进去了 就开始恨罗志强 罗志强有没有听进去 没有 他说这都是伎俩 我们不能翻脸 他说我为什么 我又不是你们国民党 我为什么不能翻脸 朱立伦以一个国民党主席 应该是要协调调和的人 竟然在分裂桃园跟罗志强 二代一个人 这边讲完之后 这边叫不要接电话 这边叫那边不要接那边电话 邱义胜 我问你们 我跟你们大家讲 每个人每天都来问我 为什么罗志强不是找邱义胜谈 我跟你讲 就是邱义胜不接电话 朱立伦已经在邱义胜那边 讲到邱义胜恨死罗志强了 邱义胜是一通电话都不接 请问一下那怎么谈 俄乌战 如果土耳其也不去 如果马里云波尔也不去 都不去 波兰也不去 怎么谈 现在朱立伦就是要两边 朱立伦就是美国 他就是要俄跟乌继续打 他就是要桃园跟罗志强继续分裂 因为他也不耐桃园的这些地方派系了 他觉得我身为一个党主 为什么我管不老 就要被你邱义胜绑架 他现在就是要分裂 他把罗志强弱化 把桃园也弱化 最后听我的 所以他要学蔡英文 我要所有的六都都我来分配 都我来协调 第一他要他的面子 为什么执政党主席 有这样子的能力我不行 所以他才会牵动中常会 用自己的人 巩固自己选车位 我要决定一切 第一个 第二个他要跟派系挑战 否则2024怎么会有我的局 所以他早就跟邱义胜来商谈 未来2024你要怎么帮我 可是这一局他下不来了 因为已经被邱义胜绑架了 邱义胜已经被他整个火都烧起来了 根本下不了了 所以没有任何空间去谈了 所以昨天朱立伦没有办法 最后他只能去恐吓罗志强 我要把你杀了 爸爸要杀自己党内 而且是成绩最好的儿子 这国民党还有救吗 我真的觉得太扯了 推荐大家这一台旺旺的 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三分钟哦 它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电解液 你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里买呢 上快点购的网站就可以买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